说起刘涛 相信许多小伙伴一定都是非常熟悉的 他是一个很难能可贵的演员 在这个充斥着利益的时代里 他总是能够过好属于自己的生活 当然了 刘涛也是娱乐圈中一位特别有精湛演技的老演员 自从出道以来 一直都非常的勤恳认真 不管出演什么角色都会认真的去完成 甚至还出演了很多部经典的影视作品 让人印象最深刻的就要数码组 和前几年播出的欢乐颂 可以说他在剧中的表现非常令人喜欢 可以说近几年刘涛在娱乐圈的热度是相当高 不仅影视资源很不错 还参加了一些热门综艺节目 在节目中因为他自己的性格更是圈粉无数 如今的刘涛已经45了 但看上去依旧像年轻时那样时尚动人 好身材完全看不出已经是两个孩子的妈妈了 岁月在刘涛的身上 仿佛从未留下任何痕迹 颜值依然保持得很好 而且气质还非常突出 看起来特别迷人 非常有诚实上女性的魅力 而大家都知道 在刘涛事业正当红的时候 突然就选择嫁给仅仅认识20天的王柯 且在婚礼当天就宣布退出娱乐圈 因此不少人认为刘涛是因为钱才嫁给了王柯 两人结婚后还生下了一儿一女 觉得生活美满的刘涛退出演艺圈 做起了全职太太 但生活并不总是一路坦途 风雨交加甚至满路泥泞在所难免 婚后丈夫王柯的生意因2008年金融危机的影响 接连受创 29岁的青年从众望所归到众矢之地 一度消沉为米 陷入抑郁 当年痛苦到无法自拔的王柯不想拖累妻子 几度提出离婚 但刘涛并没有放弃他 而是打起精神重新付出演艺圈 拍戏赚钱养家 披肤还债 如今 他已经帮忙丈夫还请全部外债 可以说这种勇气和胆识着实令人敬佩 也让人们对刘涛的人品产生了更深的认同 同时还成了大家心中当之无愧的贤妻良母 时至今日 虽然多次出现夫妻俩婚变的消息 但最终都会发现是捕风捉影 夫妻俩经常会出现在同一个画面中一起打破谣言 当然 刘涛在娱乐圈的人员也非常的好 同时也结交了许多圈内好友 胡哥就是其中之一 两人因为合作狼牙榜而相识成为朋友 成为好朋友的他们会互相调侃开玩笑 非常好玩 记得刘涛就曾在节目中吐槽过胡哥吃醋的画面 当刘涛说出事情的经过时 把在场的所有人都逗得哈哈大笑 当时胡哥和刘涛一同参加了一档访谈节目 在节目中刘涛就讲起他们相见的趣事 而作为狼牙榜剧组的再一次相聚 刘涛在刚见面的时候 就给了同事们一人一个拥抱 可当轮到胡哥时 刘涛却没有拥抱胡哥的打算 在看到这画面后 胡哥可就不愿意了 便假装吃醋的质问刘涛 你为什么跟别人都拥抱了 就是不跟我拥抱 还好刘涛的心思转得快 坦言你在我心里跟别人不一样 当听到刘涛这样的回答后 胡哥的心里是美滋滋的 不过在说完之后 刘涛又给了胡哥一个大大的拥抱 简直是太搞笑了